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我所选择的道路 真够抢人的 这里可得好好打扫一番 我以为 当我站在与你同样高的地方 我便会拥有与你正面对峙的勇气 当我的脚掌能踏到你未曾涉足的土地 当我的双眼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前方 我以为 我能让你认识到你的愚钝与自私 你也许会以我为傲 但此刻 当我真正面对一个有着生命威胁的任务时 我觉察到 我并非如我所说的那样勇敢 我的鼻子打颤 我知道我想要逃走 我不想面对危险 也不想失去手中的拥有 我不想死得默默无闻 更不想死在美好的结局到来的前一秒 这个破洞呆在这儿多久了 老伙计 那时候可真抱歉 我真不敢拿靴子踹你 于是我想起 我跟你说过 人是愿意死的 我想起你听到这句话时 第一次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那时候的我感到自豪 我总算是吓到这个大个子了 如今 我却想咒骂当时的自己 因为这并不光荣 打败你 并不光荣 因为我明明知道 这仅仅是因为 我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伤害你的人 我的职位已足够令我能与你平起平坐 我们一样高了 哥哥 可是 我突然后悔了 外派调查任务的同行职员 现在正在敲响我的门飞 她大声喊叫着 保利娜 保利娜 我多想 我多想现在在外面敲门的人是你 我希望你敲开门 拦住我 可那仅仅是一瞬间 一瞬间的念头 我明白我的恐惧 正如此时 我也明白了你当时第一次害怕的面孔 我明白 我明白 此时此刻 还有无数的平民在受到折磨与煎熬 敌人又割开了基金会同袍的喉咙 一个家庭溃散 一栋楼域倒塌 有孩子无家可归 同样诱人 痛彻心扉 而我 并不勇敢 终于修好了 老伙计 现在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郑先生 您真的要转让这家餐馆的管理权吗 别担心 女士 会有新的扩车的家伙来接手的 但我明白 在这场时代的悲剧之中 总要有人伸出手 否则我们将分崩离析 否则痛哭会传遍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一滴水的海 也不存在只流一滴血的战争 也从未有过 仅有一片瓦片的屋顶 人类 神秘学家 我们各知己见 各思其知 如果没有凝聚 我们都将沦为一片乌有 我是一场时代洪流中 最微不足道的一块党师 随时会被冲走 随时会被遗忘 我是一个怯弱 胆小的人类 但我也是沈罗夫基金会的一员 如今时过境迁 我意识到 我才刚刚真正获得了当初说出那句话的勇气 人是愿意忍受痛苦 人也是愿意死的 正好 砖石会铸石会铸成围墙 雨 迟早会有停下的一天 逝去的人儿不在 但新的时代 终将来临 该走了 Jing 这些人是愿意忍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